御醫婦人從棋樓走向馬路 快遞業者打開外送箱 拿出包裹 婦人很自然說聲謝謝 兩袋商品拿了就走 這是疫情期間 看似稀鬆平常的景象 殊不知真正的收件人 根本不是她 另一名女子在臉書社團PO文 快遞其實是她叫的 因為家人生日 她訂了蛋糕甜點 還先付了一千塊 但下樓後卻見不到 外送員的蹤影 調閱監視器後才知道 被陌生婦人冒零了 她是不是住這一棟的 我們就說她不是 外送員都會叫我趕快下來拿 因為她說怕這邊有人會偷吃 之後蛋糕店重做了一份餐點 讓顧客順利傾身 因此被害人反倒變成蛋糕店 但不免讓人好奇 快遞業者難道都不用針對姓名 訂單編號確認嗎 怎麼就這樣讓有心人士 輕鬆冒零 會有那個會員的資訊 然後我們會電話聯絡他們 你被拿走這個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確認 但是通常的話 我們會衝回規定跟客戶的資訊 對此快遞業者回應 會要求外送員確實核對身分 避免類似狀況再發生 但疫情期間 民眾愛叫外送 茂林事件層出不窮 業者若不更謹慎防範 恐怕會讓茂林亂象 毀了商譽 記者姚立強 陳玄 台北報導 嘗試看 各位說真的 會不會再發生 會不會再發生 臨時 居然 嚇死